保全工作是守護社區住戶安全 卻有一名保全爆料 自己經歷讓不少網友都說太扯了 這名保全形容是遇到最荒謬的事 原來日前被住戶要求幫忙代寫孩子功課 還是化學周期表 但畢業十多年誰還記得啊 誇張的是公司還要求他要完成這個工作 最後分數21分 住戶反而發飆投訴 證明保全因此被扣了5000元薪水 即大過一支 理由卻是提供錯誤資訊 造成住戶無法完成工作 嚴重影響公司名譽 有一些會給你吹毛求知的 修了說包裹啦 怎麼樣拿到調剔你的服務 什麼態度什麼不好啦 怎麼樣的 那最後都是有 其他保全人員也分享經驗 確實會遇到住戶不合理要求 但代寫住院真的太離譜 保全工會也說 本來就不能代替住戶做私人的事 其實保全業工時長一個月薪水平均才3萬多 有時還得面對社區住戶的各種要求 怕得罪還不敢拒絕工作幕後的辛酸面 也難怪很多網友都說 保全其實不好做 其實成交類理與韓人同意報道